寧夏段的黃河 它表面上看上去是非常平靜的 但其實它有一種湧動 藏在水面之下 我就是本地人 土生土長的寧夏人 我們小時候就生活在黃河邊上 這是我們小時候 一個遊戲的場所 這條河跟我們本地人的 這種生活的聯繫 非常的緊密 黃河有一種 很內在的環境 這是一種生命的力量 這是一種生命的力量 延綿不息一直向前 這個是杜健先生 中央媒體老一輩的油畫家 老先生可厲害了 你看幾十年就畫這一張畫 但他不是只畫了這一張畫 但是這一張畫就是說 他用幾十年的時間投入進去了 達到自己最終 需要的那種表達的這種強度 這就是作品的力度 就這樣通過時間被傳遞了出來 在黃河邊上 生長著一座美術館 它因黃河而生 今天 一場關於黃河的視覺 虛世藝術展 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者 這個整部作品呢 裡面充滿了大的小的很多雕塑 它其實是黃河沿線 這些人民生活當中的一些場景 的捕捉 做羊皮筏子 還有吹索納奏樂的這種 它是非常生動的這種生活畫卷 范先生這個作品呢 他這個筆觸非常的強烈 他將黃河的這種力量 他個人的激情結合在了一起 都帶有了一種很強烈的情緒 這是表現黃河這種力量 非常成功的作品 這個展覽包含的門類非常的多 我們之前看到的繪畫 裝置 甚至包括建築影像 它是一個非常包容性的展覽 中華文明和這種和 之間的這種緊密的聯繫 銀川黨的美術館為銀川帶來了非常多高質量 世界級的藝術作品 用自己這種高質量的展覽 以及和大眾的這種密切的互動關係 為人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文化內容 銀川黨的美術館呢 它除了可以展出藝術作品之外 它本身也是一件藝術作品 這件作品呢 它從外觀上來講 它其實是來源於對黃河水流的表現 成功地表現了這種河水 在往前流動的這樣一個狀態 時光如水 歲月如歌 生生不息的黃河 哺育了兩岸人民的精神世界 為黃河濱的藝術提供了智慧和靈感 今天 關於黃河的藝術創作層出不窮 生長在黃河邊的藝術家們 依然在黃河的滋養下 汲取著創作的養分 也用生命的力量 僵属著有溫度的黃河故事 好 咱們先拿一張紙開始畫河好嗎 好的 好的 告訴爸爸河你看到了什麼顏色 選綠色 好 還有呢 還有藍色 是不是還有黃色呢 因為這個水有一部分是從黃河流過來的 黃色就代表了它黃河流出來的那一部分 好嗎 把所有的顏色都拿出來 得 來 我們畫一條彩色的河流吧兒子 畫波 為你來畫水啊 好的 小魚跳出來 噗 就落下去 就落下去